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他察觉到女子身上有被虐待和淤青的伤痕 之后了解到说女子的伤痕都是被吸毒男友虐待所致 不只是被捆绑还被滚烫的开水烫过 听完女子遭遇之后呢 哈兹鲁马上的报警并且求助嘉年华会上的工作人员 拖延时间直到警方赶到现场 女子才获得解救 事后呢这位网民以证人的身份到警局录供 女子的父亲也通过WhatsApp对他的出手相救表示感谢 哈兹鲁提醒所有的人 如果你成为了家暴受害者 要勇于地捍卫自己的权益 这里呢也和各位说明一下 540国际求救手势呢 是由加拿大妇女基金会发起的求救讯号 如果各位呢是有遇到危险的情况 比方说你是面对家暴或者是被软禁的话 都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寻求帮助的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部都可以采取出去 其实还有一个人对家暴 does 真的有一点 只希望金子有点 全部都可以采取下一个人 我们来自将进入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